你有希望就会有奢望 你就会生散脑 未有希望永远不生散脑 看他什么转过来了 你会很庆幸很欢喜 他还没转过来 你知道他业障吸气很重 我们对他所思的烈度还不够 所以还不能帮助他转过来 慢慢来不着急 不要起心动力 一切顺其自然 这叫妙用啊 该依世尊妙得无量 无得好也无量 夜夜民中所含之德也无量 也是持命所召之德 无有量啊 这接到念佛上 接到好 古来祖师大德劝到我们 念见不如念念咒 念咒不如念佛 这说出来了 为什么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俗昭之德 无有量 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你用清净心去念 用平等心去念 用真诚心去念 这一句阿弥陀佛 那个功德 无量 无边啊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你今天为什么念佛 解决不了问题呢 你念这个心不真 不真 里面有怀疑 有夹杂 把你念念佛 那个功夫破坏掉了 人家念佛 有一百分的功德 你念佛 只有两三分的功德 越是真诚 越是清净 越是平等 那功德就越大 同一句佛号 为什么 真诚 清净 平等 跟真心 相应 这一句名号是真心 那我们忘心 里面有怀疑 有夹杂 忘心 忘心念这一句真心的时候 真心也变成了忘心 就这么回事 静随心转嘛 这名号也是静啊 也随心转了 断看我们自己用的是什么心 效果殊胜 不可思议 你真的明白了 你今天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遭遇什么样的磨难 一句阿弥陀佛就解决了 不但消灾灭难 真心训练 也感动 这些邪魔 他听到之后 他也会得到我 邪魔也是人了 过去生中 也曾经修过心 也曾经念过佛 烦恼吸气重 变成邪魔 有人提醒他 一念回头 他就是善知识 转邪为真 转迷为悟 念佛人 常常要存这个心 不要有希望 要有这个心 你有希望 就会有奢望 你就会生烦恼 未有希望 永远不生散恼 看他什么转过来了 你会很庆幸 很欢喜 他还没转过来 你知道 他业障吸气很重 我们对他 所思的烈度还不够 所以还不能帮助他转过来 慢慢来 慢慢来 不着急 不要起心动力 一切顺其自然 这叫妙用啊 阿弥陀佛 阿 祢 佛 阿 祢 佛